好大陆黑龙江省一春市鞭炮工厂发生了大爆炸的意外 现场有13个足球场大的厂区几乎被夷为平地 触墨惊心的爆炸现场到处是一片火海 整个厂区附近都烟雾弥漫 爆炸中心点被炸出一个深三公尺的大洞 方圆30平方公尺的区域几乎都被夷为平地 居民回想起来当时比地震还可怕 我就听了外的呼噜一下 我就给我父亲脑袋就绷住了 然后呼下去就感觉了 居墨啥都整往身上了 不饿的 门就砸了过来了 更令人惊慌的是工厂附近 还有两个储存大量炸药的原料库 当地正在紧张的控制 很怕再受波及 当地消防队出动六台消防车 一千多名消防员 还有直升机从空中控制火事 这起意外造成20人死亡 153人受伤 现场仍有23个起火点 由于附近都是木材加工厂 因此正在严加戒备 初步调查 这起意外是因为下雨 淋湿炸药 搬动的时候不慎引起爆炸 不过由于这家工厂执照已经被取消 警方初步确定是违法生产 中天新闻文奇综合报道